他說兩個等差數列 好 這個有個地方是有陷阱的 題目說 dn 項的比 他指的是 a n 的比 是 2 n 加 3 比上 6 n 加 4 可是題目是問你前 21 項合 他指的是 s 21 的比 所以你不能這邊只帶 21 那是錯的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那問題是在題目上找那個前 21 項合 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請問你 s 領什麼 還記得嗎 總共有三個 那一般的講是講前兩個 我還講是第三個 好 項其兩個好了 就是上比加下比 就是 a 1 加 a n 乘以 n 除以 2 你應該用應該用這個啦 還有一個東西 還有一個是 2 倍的 a 1 加上 n 減一個 d 再乘以 n 除以 2 還有一個你們已經有學過 但是你忘光光的 他說中間項 乘以 n 乘以像素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1 2 3 4 5 加起來是多少 15吧 你覺得有沒有得中間這個 3 去乘以 5 有吧 你說老師這勾死的吧 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 1 加到 8 1 加 2 1 2 3 4 加起來就好了 12 3 4 加起來多少 12 3 加起來 10 有沒有得中間項 2 跟 3 相加除以 2 的那個 乘以 4 也是 10 所以可以點中間項乘以相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想 如果有一個前 21 項 你假設一個是 s 21 以上 s 乘以 21 我可以用中間項 請問你 21 項中間項是多少 你知道嗎 a 11 a 11 所以我覺得 n 乘以 11 就好 變成了 2 乘以 11 加 3 比上 6 乘以 11 加 4 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變成了 22 加 3 25 比上 66 加 4 25 比上 66 加 4 70 還用 5 去約 變成了 5 比上 14 這樣聽懂嗎 你可以這樣比第十一項可以 會啦